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就在今天28号的上午 开始了第四轮的福岛核处理水排放 这次预计要花总共17天的时间 在3月中的时候结束 总排放的目标是大约7800吨 东电在今天开水排放之前 就说他们对有处理过的核废水来进行穿浓度检查 也委托第三方实验室检测后浓度小于判定值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因此是如期排放 其实自从2023年8月开始 这已经是第四轮的排放 包括8月第一次 10月第二次和11月第三次 日本政府说在2023财政年度 也就是今年3月结束之前 包含这轮累计就会排放四次 排放总量是来到31200吨 那之后即将开始的2024财政年度 也会继续来排放 目前总共规划七轮 预计的施放水量则是54600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